接下来我们来讲述一下 布根蒂地区的音乐家 尤其是其中的佼佼者杜费 布根蒂的公爵 他虽为是法国国王的封臣 但实际上他的权柄并不次于法国的国王 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 布根蒂公爵趁机攫取了大片的领土 基本上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荷兰 比利时 法国东北部 还有卢森堡等地 那么再加上原有的法国中部的封地呢 布根蒂公爵实际上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君王 统治着这片附属的领土 同学们可以在右侧的地图当中 看到这一片布根蒂公国所在的一个区域 历代的布根蒂公爵 都是音乐还有其他艺术的一个热情的赞助者 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的北方作曲家 都是来自于布根蒂地区 并且与布根蒂的宫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布根蒂的历代的公爵 在宫廷里面都维持着一个小教堂 供养着一批作曲家 唱诗班还有乐队 这些音乐家呢 他既为教堂的仪式提供音乐 也服务于宫廷的一些世俗娱乐的项目 另外呢 这些音乐家他是来自于欧洲不同的国家还有地区 因此呢 会为布根蒂带来不同的一些音乐的风格还有元素 小教堂的成员会不断的变动 来来往往 有些音乐家呢 后来会被其他地方 像罗马 像德国 法国 还有意大利各地的一些宫廷所雇佣 因此呢 又会把这个布根蒂地区的一些音乐 传播到了欧洲各地 这一切呢 都会让布根蒂地区 彻底取代了法国还有意大利 成为新音乐发展的中心 并且呢 在欧洲促成了一种国际化的音乐风格的趋势 音乐史学家艾格布雷特 曾经在西方音乐中这样写道 1400年不久 法国让出了在欧洲多声部音乐史上的主导地位 1419年起 由伯根蒂大公菲利普德古特的统治时期 重点集聚在法弗兰德地区 基尔姆杜费和吉尔斯班舒瓦 在那里开创了一个音乐的新纪元 它始于结合传统和高度人为化的法国音乐 集中在乐音感官性的意大利音乐 以及以原始特征音速为标志的英国音乐基础之上 埃格布雷特提到的杜费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最重要的这个时期的作曲家 那么他大约生活在1400到1474年 是伯根蒂时代最杰出的作曲家 那么在他的作品当中就融合了英国 法国 还有意大利等地的一些音乐元素 从而形成了一种多元融合的国际性风格 杜费创作的音乐体材形式多样 其中会以弥萨曲 经文歌 还有法语的世俗上松最为突出 那么杜费的上松呢 依然是以传统的固定形式创作 同学们还记不记得 14世纪的三种固定形式 也就是我们在讲14世纪新艺术马少的创作时 曾经提到的三种世俗的歌曲 像去世歌 回旋歌 还有维乐来 杜费的创作就多以这三种形式 那么其中会以回旋歌为主体 与14世纪的上松相比呢 杜费的上松的作品 他的旋律更加流畅 风格呢也更趋抒情 细腻 还有典雅 像杜费的音乐特征 我们还要提到的是 他受英国音乐的影响呢 会大量采用三六度音程的 这种福布尔东风格 多用大调性 此外就是局部会采用一些 模仿对位手法 以上这些呢 就是杜费姆杜费的一些 大致的音乐风格 最近《玫瑰开放》 它是一首四声部的 等节奏经文歌 像等节奏这种技术 在15世纪上半叶 已经成为一种 比较古旧的风格了 但是呢它比较适合于 像天主教会这种 比较隆重的庆典音乐 像《最近玫瑰开放》 就是1436年 杜费为佛罗伦萨大教堂的 祝圣典礼而作 当时的教皇是尤金四世 他亲自出席了这个大典 据说呢 杜费在创作这首经文歌的时候 是受到了布鲁内来斯基设计的 圆顶比例的启发 同学们请看这座大教堂的图片 那么右侧的那个最大的圆顶 就是由当时的建筑设计大师 叫布鲁内来斯基设计的 杜费呢将金文歌的四个段落的 有量节拍 是按照一种6比4比2 再比3的比例来设计的 据说是与这个圆顶的比例是相符的 还有其他的几个特点 像有两个声部呢 以五度间隔 先后以不同的诗词 演唱同一个定旋律 这个定旋律呢 其实是取自一个禁堂经的圣用 叫此处令人敬畏 这首经文歌 还大量采用了一种数字七的隐喻 它象征着是基督教会的七根柱子 也就是有宗教含义的 那么其中包括像每段歌词有七行 每行里面有七个音节 那么在有些节奏型上面 也是带有七的这样一个数字比率的 一些实质的关系 请同学们来看这首乐曲的一个视频 其中第一分钟呢 就是对这个教堂圆顶设计图的一个 非常缓慢的展示 同学们可以欣赏一下 那么后面才是这首经文歌 中间啊 有些段落叠加了两个乐器的演奏 因而它就会变成了一个六声部肢体的 也就是四声部是人声 有两个低音声部是用乐器来演奏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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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宗盛也是杜菲的一个重要的创作领域 那么他确立了定旋律 宗盛的题材风格 使其成为15世纪 这种辅调宗教音乐的一个重要的体材 有关什么叫定旋律 宗盛我们会在下面的一节当中来讲 那么 第二方面呢 就是他较早地采用了世俗旋律 作为宗盛的定旋律 杜菲还在他的宗盛当中 在原来的这个定旋律 宗盛之下固定的采用一个对应宗布 或者叫低对应宗布 从而呢 会形成一个四宗布的这样一种肢体样式 请不吝点赞订阅